這個風橋我就想到現在很新的 現在我們講風橋都很新對不對 新蓋的 然後為什麼 為了觀光是不是 為了要吸引大家去去旅遊賺錢 那你走的是那很舊的還是很新的 舊舊的 會晃 會晃 喔 對 現在新蓋的這種吊橋呢 它通常它的穩定性都很高 如果你走的那是會晃會晃的那種呢 通常是比較古老的 比較舊的 比較有年代的 走起來很刺激吧 是超刺激的 喔 有人是走啊 聽一隻叫對不對 那有人很壞啊 他走到上來這樣 給你搖晃 讓其他人呢 嚇到什麼尖叫 好 來 茹州公園 蛤 茹州公園的那邊是 哪邊 茹州公園 茹州公園是步道還是古道 茹州公園 茹州公園在哪裡 茹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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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師要研究一下 看這個茹州公園這邊的步道是古道 還是還是古道 神神步道 好 你也走過是不是 你看我問你破例第四個人 茹州公園 茹州公園 走 茹州公園在哪裡 走吊橋了是不是 刺激嗎 喜歡嗎 好 這樣你不要走看看 你會不會是那個在上面 會搖晃的小孩 對 我們來看看 馬上就被發現了 我們來看看 這裡呢 這個好像很好吃 這裡老師呢 跟你們介紹 北台灣的十二條必走土道 什麼叫必走土道 就一定要去走 沒有走的話呢 死生會後悔 你覺得白活了 必走的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走過沒有的 不知道 但是呢 這可以來怎麼樣 理記ING 反正理記下來就是我們呢 一定要走這些古道 十二條古道 這裡有哪些呢 我只能很快的看喔 我們下面一條課程要進行喔 旅路古道 這些都在北台灣 在台北啊 桃仁啊 宜蘭啊 所以在地方喔 我們很快的看過去 好 來 天武古道 沒走過對不對 還有呢 淡蘭古道 草陵古道 有沒有走過喔 有 金字飛古道 你走過喔 有 這很美對不對 有啊 還有平溪古道 這我們就比較熟悉了吧 對啊 我們去平溪做什麼喔 放天東 對不對 平溪這個地方應該蠻熟悉的對不對 實際不見面 東西的規越古道 沒有 你們有走過的話 就太棒了喔 太平的滨海古道 有 大米斯 degrees 沒有 還有呢 百啤林應 ami古道 沒有 沒有 有啊 沒有 沒有不要難過 沒有 你還這麼年輕 你還要很多機會可以去走對不對 好 大球球舞蹈 感覺好古老對不對 十階都好古老的樣子對不對 還有大山背 步道群 沒有 沒有 水蓮橋步道 有 我也覺得我走過耶 我沒走過 好 因為很多步道都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十二條步道 沒有這條 為什麼 你有機會啊 對不對 有了 你不要難過 為什麼 你可以再去一次 都可以再去 對不對 好 來 不管你去不沒有 走了多少 不到 你都還有機會 老師也是覺得 我好想 看了怎麼樣 他好想去走一走 接著我們來看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 朗課課文 還有理解 段落內容 所以等一下朗課課文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認真 非常用心的朗課 而且呢 要記得老師 再教你們的 要怎麼樣 沒到 明天後 fried 好